胡志明小道上的中国解放塔林威愿意卡车,众所周知,越南战争时期,美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是朝鲜战定之后美军损失最严重的一场战争,许多美国人责任是美国战事最大的失败,究其原因,除了泥泥的热带雨林,以及神出鬼没,的越南游击队,让美军深信战争泥潭这一表象吧。 更重要的是美国其实是在和苏联、中国、越岸被越三国作战,中国和苏联人员不断援助的武器和物资才是被越军队,能够将美军变出越南的真正原因。 当然中国还直接派出了高炮部队参战,越战时期胡志明小道上的车辆,在中国和苏联人驻越南的物资中,除了直接用于作战的武器装备,以及生活物资外,大量人驻给越南的车辆对战争的走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 以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为例,这条让美军到败腿时都没弄清楚的神奇运输通道绕道老罗,潜伏在境内通往南方战场,并且有许多之路。 1964年北约用中国和苏联援助的卡车通过这条道路向南方,与作出大量装备和物资,虽然后来美军发现了这条通道并且持续不断的轰炸,炸毁了约4.6万辆北约车辆,但中国一直在源源不断,向北约提供车辆,使美军轰炸没起到太大作用。 胡志明小道上的解放差零A越野卡车涉水前进,由于胡志明小道没有铺装路面,都是明明的土路,甚至许多地方要直接涉水过河,对车辆的越野能力要求较高,一般的卡车根本无法通行。 所以中国和苏联提供的大,都是6×1的解放差零A,基斯扬57越野卡车,而胡志明小道上解放差零A居多,有意思的是解放差零A卡车1964年才开始量产,开始年产量才3000辆,为了源源预期开足马力,将1971年产量提高,到了9303辆。 而且这些年生产的差零A,大部分都无偿提供给了越南,数年后解放军又开着差零A回来收拾了越南。 据当年参加元月任务的军官回忆,越南司机只开车不休车,中国原住的解放卡车出了毛病就直接丢弃,甚至是直接被闪沟里,再向中国骑警球提供新车。 中国当年无偿援助,越南和抗美援朝目的,一样,是不让美国势力靠近本土,但中苏帮就赶走美军后,越南开始膨胀起来。 后来中苏翻脸和有果断战斗苏林一边,并且不断挑逝,中国只能就开着解放卡车回来收拾了这帮白眼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